公元213年 草操进宫如须征伐孙权 望见孙权军队周传七掌军武整肃 感慨良多 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刘景生儿子若屯权儿 刘景生就是刘表 当年匹马进入荆州 很快成为有地千里 代价十万 对一方诸侯 也不是为三国早期的一位英雄人物 可就是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荆州刺士 两个儿子竟被曹操称之为猪狗 其实三国时期这样的势力 绝不仅仅是刘表一例 只不过因为曹操的这句话 让刘表的两个儿子更为有名罢了 让我们看看儿子被称为猪狗的三国两个将军 刘表的儿子刘齐 刘从刘表自景生 汉林帝时期从大将军院升为北军中侯 汉林帝去世后 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士 刘表出到荆州 可以说是单枪匹马来到了宜城 当时的荆州形势非常严峻 各地乡间宗族土豪结伙为寇 势力强盛 根本就不会把一个外来的刺士当回事 刘表依靠和重用快粮 蔡茂等人 收编了宗贼兵 招降张虎 陈生 赢定了江南 很快掌握了荆州局势 成为当时天下强劲的一方诸侯 成为有敌数千里 代价十余万的大军阀 有了荆州 董卓称刘表是强敌之一 关渡之战 刘表是袁绍和曹操都想拉拢的对象 就是在此之前 董卓不将礼爵 郭四进入长安 为了拉拢 也上表封了刘表一个镇南将军 受结成武侯 还授予他福节 尽管刘表后来在武大志 有些小的吉安的做派 但仍然不是为当时天下有钱是有才能的人物之一 再来看看他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刘奇 不受刘表待见 还时刻担心受到后母菜式的迫害 无奈只好向诸葛亮问计 诸葛亮拿进县宫故事启发他 说 你难道不知道太子深生在宫廷内就是危险的 众儿住在外地反而安全了吗 受到诸葛亮的点拨 等到江夏太守皇族死了 刘奇就设法谋取了江夏太守的职位 刘表不待见刘奇 按哨子刘从 的确不仅仅是刘奇这一方面的原因 刘表统治荆州 依靠的是当地豪强势力 后期蔡是母家式大族 七兄蔡茂又是握有重兵的将军 在这种情况下 刘奇被刘从代替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 要是就此认为刘奇多么屈才 那也真是高看了他 刘奇是接受皇族担任的江夏太守 处在对敌东吴政权的最前线 真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 假如他真有才 不愁不能得到展现 如果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 他需要人影 那父亲死后弟弟投降曹操时 他为什么不能收拢一部分荆州势力呢 尤其是曹操进入荆州后 刘备既需要借助他的兵力 也需要借助他刘表儿子的身份 而他却处在一种时隐时限 可有可无的状态 说他是一个庸才没有一点对不起他 刘从就更不用说了 曹操没来就投降了 也难怪曹操不用考虑 他在荆州那点而影响 直接把他弄到远离荆州的荆州去了 曹操很早以前就有吞并荆州的意思 也做过几次军事行动的准备 心里可能也有过许多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 但就是没有想到刘表死后 他会不费吹灰之力得到荆州 应该说这全是拜刘表两个猪狗一样的儿子所赐 也难怪面对孙权曹操会发出那样的感叹 真正有才能的人 对有才能的对手是会给予足够尊重的 相反 那些窝窝囊囊的对手 只能让人嗤之以鼻 在这方面 曹操表现得尤为明显 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真是曹操的族侄子 因为被曹操收养 所以他和其他族人又有所不同 因为他曾经射杀过老虎 曹操让他统领曹魏那只最有名 最能打敌部队胡报旗 夏侯渊在汉中战役中阵亡后 曹真曾代替过他的职责 仁征蜀将军 曹批时期 曹真由开始的镇西将军 逐步升迁至上军大将军 中军大将军夹几时中 曹批临终 更是将他作为托孤大臣之一 魏明帝时期 曹真升任为大将军 曹真能够成为曹魏大将军 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曹氏族人 其能力也是不容忽视 如在西北剿灭 斩杀于九权反叛的张晋 与夏侯上一道打破过孙权的牛主营 最有名的还是率军打败了 初次北伐的诸葛亮 曹真作为抗击诸葛亮的战役副总指挥 还单独带兵打败了侧印的赵云 曹真还判断出 诸葛亮必定还会再次北伐 而再次出兵必定是走陈仓 于是安排将军好招等守陈仓 并加强陈仓城的守备 后来诸葛亮果然包围了陈仓 由于早有准备 再加上将军好招的顽强 诸葛亮的二次北伐仍然无功 但是堪称英雄的曹真 却生了一群猪狗一样的儿子 其中以曹爽最具代表性 由于父亲以及曹氏族人的关系 曹爽继承了曹真的爵位 到魏明帝时期 逐步由散戚侍郎 提升为城门校尉 加散戚长室 再升为五位将军 魏明帝并重 更是将曹爽任命为大将军 都督中外诸君士 兼领尚书氏和司马懿 一起成为托古大臣 其王曹方即位 曹爽更是有了剑律上殿 入朝不屈 赞败不明等臣子很难得到的最高特权 但一个人的才能如果和职位不匹配 就更加能够表现出诸狗一样的本质特征 曹爽没有军事行政能力 却会揽拳 搞小圈子 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娇奢淫逸 生活奢侈复化 竟敢跟皇帝攀比 本来为明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是他和司马懿 开始 曹爽因为司马懿年龄大 德高望重 还能给予尊重 不敢独断专行 等用了和彦等人 在他们的轮番窜斗下 曹爽将司马懿排斥 从此就为所欲为 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但是 曹爽那点儿智慧和本事 和司马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司马懿表面上称并回避曹爽 暗中却在时刻关注着政局 秘密地做着各种准备 终于 正是十年正月 借着皇帝朝夜高平民的机会 司马懿给了曹爽之命一击 当曹爽离开京城后 司马懿以太后的名义 下令关闭各个城门 率兵占据了武库 并派兵出城巨手落水浮桥 同时还任命了军职 占据了曹爽及其兄弟曹西的营地 然后上奏卫帝 罗列了曹爽的一系列罪状 在派人劝说曹爽投降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候 曹爽兄弟们的猪狗才能暴露无遗 因为此时他并不是没有一点翻盘的机会 司马懿关闭城门后 大肆农还犯脚诏出城 来到曹爽身边 对曹爽献祭 说应该劫持皇帝到许昌 以皇帝的名义调集四方兵力 再加上兄弟俩自己的部队 事情或有转机 应该说 还犯的计策有一定的可行性 姑且不论成败 至少可以一搏 而不是这样毫无作为的束手待毙 但曹爽兄弟却茫然不知所措 就这样哀声叹气 一直坐到天亮 直到投降 投降后的曹爽 不久后被司马懿定了个魔女之罪 连同他的亲信已盗被一灭三足 也难怪司马懿敢在手无实权的情况下 对曹爽动手 实在是看透了他那点而外强中干的本事 还犯出城后 司马懿说 曹爽的智囊去了 蒋记说 还犯是有智谋 但曹爽不会用他的计策 实际情况是 曹爽果然不用还饭的计策 为此还饭大骂 曹子丹这样有才能的人 怎么生下你们这群猪狗一样的兄弟 所以说 曹真这元虎将生了几个猪狗一样的儿子 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 三国英雄儿子如同猪狗 并不是只有以上两例 像刘备的儿子刘缠 以及袁绍 公孙赞 陶谦 袁树等人的儿子 也应该算在此例 只不过前人没有把他们称之为猪狗而已